我们是做这个包装印刷行业 EAN这间公司呢 它分为四个阶段成长到今天 2007呢 就是我们成立 EAN Label成立的那一年 开始时我们是三个员工 在发展到2014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第一次的转型 就是说我们踏进去了这个数码印刷 到了这个2018年 这一年呢是非常关键 关键是不是在于我 公司的转型 而是在于我本身 这个思维上的那种转型 就是说2018年的时候 有一两家公司 有来跟我们谈说要收购我们 然后它也是给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价位 我痛苦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然后到了最后 我发觉到我放不下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团队 我还没有帮他们达到他们的梦想 那时候我决定我不卖了 然后突然间心情非常好 所以说在我的思维方面 我的direction全部都已经一下子 从赚钱变到一个理想 到了2020年就是疫情 就是我们加了那个力度在数码转型方面 我是1991年他住IT行业 在99年到2003年 我就我们就好像franchise 我们开了13件 多两年的时候突然间新的电脑跌价 把那个时候就fit到我们 我就是把全部电关完 so三年创业 很聪明的三年借钱 两年关完 然后有一个圈之后呢 我签了两个million 还有一间店 所以那时候我们关完 我们就转型 我们就开始做p-fart p-fart也好景不长 我就再转型 又跑去做e-commerce 然后我们在2019年6月 做了business model的plan 9月刚好做完的时候 阿里巴巴创客大赛 我们的business model 拿到top 10 这也给我许多的鼓励 后来就2月 我就跟mystarter结缘 我们就去年2月开始众筹 我第一轮众筹的时候 拿了1.3个million 那5月拿到钱 我们就很专注的 把这个smart renter 这个电脑租界 也就是我们叫 hardware as a service 的推出市场 起初我们在做这个 我在做这个印刷的时候 我是包个料 什么都做 所以我开始就把我的方向 转去这个标签印刷 和纸和印刷 很幸运的话 我是我转队的 起码10年里面 这个行业是不会受影响 而且我有一个很强的 那种基安思维的那种观念 我一直要想着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好像如果是创新的话 有两种 一种是借力 比如我是去时候 对电脑那一些 online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我们又看到 那个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不能的时候 我会借力 另外一种创新的就是说 我会时常在看 我现在手上的资源 可以有什么可能性 把它跨越 行业也好 弄新的产品出来也好 就是说我们的理念就是说 我卖的是一个方便 而且我们都是 往客户的角度为主 当我跌了下来之后呢 我是如何去还这个债呢 这其实有个秘诀 到处找solution 我学到一个日本老师的一个concept 叫做GP culture 我就把每一个channel的 负责人的GP 跟他link去他的stallery with a formula 那么他很清楚的就知道 我的薪水 如果我做几倍 我就可以 然后我hit到我的GP 我就可以更更多 这就把整个压力给分散了 这就是我做的毛利生涯 我是觉得说 在这个快变的这个社会 我们就真的是要保持着 求变那一种能力 那一种勇气 要把握着良机 我们做老板呢 这五个问题是跑不掉的 就是sales marketing operation 然后就是 cashful management partnership 还有就是HR 这个轮流出现问题的 你就是轮流解决这个问题 so我们现在这个level 我们要去另一个level 其实外面有许多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know-how 是我们不懂的 那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 开放的心情 但是一步一脚林吧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